风神中有三位女妖去向成迷 她们一个漂亮 一个英勇 一个无敌 风神不但是男人的世界 女人也在其中放出异样的光彩 比如这三位去向成迷的女妖 她们一个漂亮 一个英勇 一个无敌 都厉害得不得了 那么 这三位都是谁呢 第一位 是披着苏达吉外衣的千年狐狸精 达吉入节风神 是因为接受了女妖娘娘霍乱军心的任务 暗地里助帮着五王伐咒成功 以报应咒王在女妖庙提示的不敬 打击任务做得很积极 竟然陷入沉浸在其中 于是玩着玩着就过了火 不但残害后宫的娘娘和忠烈的大臣 甚至 她还虐杀普通的百姓 在将紫牙领兵攻入昭歌时 曾列举了咒王的十宗罪 但事实上 十罪中每条都是打击的手笔 就算不是打击亲自干的 也是她推波助篮下的结果 荒淫不道 苦虐生灵 不休交涉 绝灭刚迹 杀中俱剑 袍落菜盆 银行惨恶 人神共怒 熟义咒王忍恶不圈 惨毒性成 敲骨投胎 取童子生命 言之痛心切骨 昭歌诚被迫在即 打击觉得她已经圆满完成了 女娲娘娘交代的任务 所以就和胡喜妹 王贵人一起回返轩缘坟老巢 回家的路上 被女娲娘娘拦住去路 当时打击是喜极而泣的 她想 女娲娘娘来兑现事成之后 使你等一成正果 的承诺来了 然而让打击始料未及的事 女娲竟然用扶妖锁 把他们给绑了 交给杨姐 维护何雷镇子把他们给带回去 交给江子牙 任由江子牙处理 打击惊了 女娲娘娘这是要泄莫杀绿了 打击完全忘记了 女娲娘娘交代他们的任务时 是有不可残害众生前提的 昔日是娘娘用招腰翻 招小腰去招歌 迷惑咒王 断送她的天下 小处奉命 百事逢迎 把天下断送 娘娘反将小处扶去 见江子牙发落 娘娘难道要出尔反尔了 打击的胆子很肥 竟然敢指责女娲娘娘 完全没有一丝瘦手的自觉 不过无论她觉得自己有多委屈 最后还是在扶妖所的捆绑下 命丧斩仙飞刀之下了 一般来说 在风神大战中死去的人 无论她生前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死后都是要上风神榜 等候江子牙风神的 比如 咒王 咒王于斋星楼自焚后 灵魂随即飞上了风神台 以后被封天洗星 可打击呢 却没有和咒王一样成神 所以她是风神中 去向沉迷的女妖之一 第二位 就是归灵圣母了 归灵圣母 原是通天教主门下四大弟子 随通天在必犹宫修行的结教仙 既然说归灵圣母是结教仙 那为什么又说她是妖呢 这点可参考西游中的孙悟空 孙悟空才从石头里蹦出来时 天庭众神议论她时称之为猴妖 后来她当上天庭的毕马温 于是身份上就成了神仙 可后来当她返下天庭后 就又成了妖 也就是说 不管是风神还是西游的世界 区分妖怪是妖还是神仙 无非是有没有正规编制的问题 结教在时 本体是乌龟的归灵圣母 虽然是妖身 但她却是正儿八经的结教仙 可万仙镇后 在结教主通天被红军带到紫霄宫后 结教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失去了结教庇护的结教仙 自然而然失去了仙级 从此以后的身份 就只能是妖怪了 那时 龟灵圣母追杀逃出万仙镇的拘留孙 不义被西方教的接引道人截胡 许她正果的承诺 要她加入西方教 龟灵圣母身为堂堂结教仙 道门正统 对贫瘠之地的西方教自然瞧不上 加上对师父通天的敬爱 龟灵圣母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接引的招了 你是西方 当安你朝学 如何放在此谣言乱语 或无倾听也 不及交手 即祭日月珠披念打来 风神中的圣人 是风鼎的存在 谁都打他们不过 所以龟灵圣母就被接引打出了原形 并被白莲童子无意中 放出的血赤黑文吃了个干净 以后即没有她成佛的消息 也没有上风神榜 第三位和龟灵圣母一样 也是曾经的结教仙 无当圣母 那时四圣力破万仙阵 斩杀产教万仙之众 别说二十八星宿咫尺丧命 就连道德以权的精灵圣母 都没能逃脱上风神榜的命运 然而 却有无当圣母在四圣眼皮底下逃走 而且她即没有像龟灵圣母那样 被接引道人截胡 也没有像圣公报那样被原始天尊其拿 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 后来有传说 无当圣母化身离山老母 而在民间 百姓普遍认为 离山老母是女娲娘娘 在临同离山的女娲子 就被百姓称老母殿 所谓事出有因 万事都不会空穴来风 无当圣母的确和女娲娘娘 有着密切的关系 她是女娲和福西的妹妹 世人世间的第一位猿人 是女娲娘娘团土造人时的最初母版 所谓无当 极不合乎 不相衬 通天教主认为 收这样出身的她为弟子 有些不恰当 于是谦虚地为她赐名 无当圣母 女娲和福西都是圣人 无当圣母怎么能差得了呢 所以为什么四位圣人都做事无当圣母离开万仙镇 就是因为她原人的出身 有和女娲福西的关系 以及她本身无敌的实力 其实不仅无当圣母的去向成名有交代 就连达己和瑰灵圣母 都可以在封神援助中 找到他们隐藏在背后的真正结局 就像达己 她被斩仙飞刀斩杀后 悬挂在圆门上的脑袋 却不是狐狸的头 所以她没有真正的死去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秘密在女娲娘娘的扶妖所上 达己是因女娲娘娘而入室 并参与封神大劫 所谓因果循环 达己的善后 只能女娲出手 所以她才半路拦下达己等三妖 用自己的法宝制住她们的同事 暗中护下她们的元神 以后 杨简势必要将 借过去的妇妖所换回来 到那时 女娲娘娘放出她的元神 该承戒的承戒 该给的承诺 还是要给的 所以漂亮的达己 最终是会得正果的 还有归灵圣母 她被鸿蒙写吃黑门啃之后 只是失去了骨肉 元神和灵魂都在 又因她苍结造字虚成体 不是先知半辅息 所以根本没有真正的死去 封神后 应勇的归灵圣母陀三教之杯 受三教香火供奉 当时机成书 归灵圣母就功德圆满 修成正果了 这就是三位去向成疑 女妖的故事 当然 这样精彩的人物还有很多 就有待今后一一介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额